这是九红猪鹊熊鸟 一身靓丽的九红色 它整天只顾着吃 早熟和是它的最爱 有一天它遇到心仪的对象了 看着它朴实无华的语色 想必是个好妈妈 于是它展开追求 它们玩起猪迷藏的游戏 hoc 糸 囤 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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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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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久之后他们在香薄树上竹巢 两个小宝宝顺利的孵化了 母鸟看到人类接近就不停的叫着 等了很久母鸟终于回来了 它朴实的语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而语色鲜艳的熊鸟入巢 总是大辣辣的丝毫没有掩饰 五天之后 雏鸟长大不少 它们在潮里呼呼大睡 熊鸟还是一样喜欢从这入巢 母鸟依然小心翼翼 又过了五天 在鸟类中 如果雌雄语色差异不大 喂食诱鸟的工作通常有双方共同负担 否则便是由语色较朴实的一方来负责 然而九红猪雀爸爸尽管一身亮丽的羽毛 仍旧尽责地帮忙育幼 这可是鸟类世纪中相当少见 又平安地过了一天 早晨起床先运动一下 鸟爸爸喂食完毕 闲着雏鸟的份囊丢弃 雏鸟们一脸惊讶 它们除了吃还有睡 嗯 还特别会辣 闲来没事还会沉思 有时候也会玩玩朝边的小东西 或是学爸爸咬着便便 或是学爸爸咬着便便 早逢 吐不出来了 只好吃掉了 有人来了 是研究人员要来收拾摄影机 两兄弟赶快躲起来 他们大道可以在朝内自由行走 忙碌了一天 说声玩碌了 说声玩碌了 雏鸟一早便起床了 好险 差点跌倒 早餐还没送回来 他就乱咬些东西 嗯 不好吃 哇 终于离朝了 就这样被青鸟骗出朝外 他们走了之后 留下一堆便便给工作人员 他们走了之后 留下一堆便便给工作人员 我们下期就继续ette 疯 ? narcissist